大家好 今天我們很開心 終於來試到這一台很漂亮的 HONDA CBR500R了 那在之前巡迴展示的時候 其實我是沒有去看車的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台車 然後把它騎出來 其實第一眼看到這台500R 我的感覺跟我上一次看到它的時候很像 那就是為什麼這台500R做的比60R還要帥 這一次2024大改款之後呢 我依然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我的搶先預賞60R的影片 你再回來對照這一支500R的影片 你就會發現500R的造型感是更帥 尤其像這邊 這個臉的造型明明大部分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個地方的這個線條啊更加的銳利更加強烈 而且這邊它有開一個孔 然後呢在旁邊這邊它有一個像 Triple R一樣的這個進氣的這個空力套件 這整個造型設計啊看起來就是比60R還要速殺很多 而且它連在這個風鏡旁邊都有新增了這個開孔 所以看起來呢它的整個造型設計上面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它在這個側面整流造的這一個空力套件 它並不是做好看的它有很多細節在裡面 首先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這個小側塞 它有做一個分流的作用 然後呢在這邊裡面這邊竟然還有這個鯊魚旗的設計 而且這個鯊魚旗呢它並不是做好看的 它跟60R一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它的整流造內側的這個飾板啊 它一樣有做出對應的這個開孔 然後在對應上面這個鯊魚旗 所以它這一次不管是500還是60的大改款啊 在車殼的這個散熱開孔上面都做了很多的功夫 那在後面這邊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在這邊有做這種呼應的大開孔 來幫助它做一個散熱 那剛剛其實我從桃園店騎來這邊已經騎了一段路 然後剛剛也已經在山路上面有騎過一陣了 那這邊我們也看一下 剛剛我停車之後打開這個風扇的這個畫面 好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500R的這個散熱風扇 在轉的時候的感覺怎麼樣 畫上去是還好風沒有很大 雖然風扇一直在轉 可是這個熱風啊感覺比較不會吹到我的腳上面來 我的兩隻腳都是沒有感覺到熱的 它的這個殼的這個導流性啊散熱性我覺得是做的還不錯 那在它其他的硬體像是車架啊懸吊啊 煞車碟盤輪框等等的 其實都維持跟2022這個小改款之後是差不多的樣子 那唯一不一樣就是它的這個輪胎 從之前的款式呢升級到弱的6 好那再來呢就是很可疑在車尾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排氣管依然是這一個萬年不變 台灣規格這一個長長的排氣管再加上電汤池 不是展示著這個歐歸的帥氣的短管 所以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這一定就是為了台灣的這個環保法規 那只能說啊大家越喜歡的東西啊 就是環保局越討厭的東西 所以這一次呢還是被改掉了 那接著呢我們來到車尾的部分 其實上一次的這個500R它在車尾的部分 我就覺得做的相當的帥氣 那這一次換上跟650R一樣的這個尾燈造型之後呢 再配上原本這個車尾的鏤空 我就覺得哇500R的這個車尾設計啊 怎麼看我覺得都還是比650R來的有跑格 再加上它這個鋁合金的這個牌架 然後再搭上這個車尾造型呢 整個屁股的這個銳利度啊 我覺得這一次的500R還是勝過650R的 好那接著呢我們看到這一次大改版的這個重點 就是儀表版 這一次大改版的這個儀表版呢 它跟650R它採用的是基本上是相同同一顆 但是介面上面呢有些資訊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那它的整個調整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樣 然後呢這一次的500R還加入了循跡系統 所以在這邊呢一樣是有一個TC的開關 那這個把手空間看起來也是跟650R是相同的 前面這邊一樣是把超車燈遠光燈全部都整合在了一起 所以它這一次的這個遠光燈切換超車燈全部都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比較舊手一點點的 整個左右把手這樣子看上去 操控的介面呢在左邊的部分跟650R蠻像的 那右邊的部分就跟上車500R感覺是一模一樣 它的整個三角台的設計啊感覺也是沒有動的 然後把手高度跟騎乘的位置這些 我覺得跟之前的500R都是很類似 那整個這個跨上去的感覺最大差別就是多了這個 儀表板介面的改變 還有就是你在跨上去之後你看到這個旁邊這個空力套件 真的是讓你覺得哇整台車的這個氣勢啊又更加的神奇了 好那現在呢正式開始上路的片段之前呢 我們先來個取駕車 那我身高是172公分體重了100公斤 裝來兩隻腳可以平貼踏地 然後呢整個車子其實挪起來是很有安全感的 跟大家分享個花絮啊 剛剛就是我在牽車前呢台本的這個業務幫我去把車加油 那他是一個女生身高大概156公分 我看他騎其實還蠻輕鬆的 那剛剛回來我又問他一下就說 欸其實車子騎起來因為他本身是騎R3 車子騎起來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的 而且他覺得牽車起來其實也是很輕鬆 像我現在下車 好那我這樣牽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他的這個跺腳很大 然後車子是相當好牽的 所以他的整個龍頭啊 蠻輕鬆的讓你在這樣子後退的時候啊 那再往前 其實車子的這個 遷移感啊 是相當好的 這也是很多要買500R的朋友會關心的一個點 就是說車子他好不好牽 然後重量感怎麼樣 因為我剛跟那位業務有聊一下 他說對於女性的這個車主 以他自己來講呢 他是覺得如果說車子超過200公斤 像CBR650R跟500R 兩台車牽起來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他覺得對於女性來講 如果車子超過200公斤 那 牽行起來呢 這個負擔跟壓力就會比較大 所以他自己在牽到500R之後 再對比他前幾天去牽到新的650R 他就覺得500R整個牽起來的這個感受啊 是比較沒有壓力的 而且是比較好牽的 那就我自己剛這樣子移車啊 然後從台本取車來這樣牽 我覺得也是這樣的感受 就是車子是很好牽很好挪 然後呢 整個騎乘跟跨車等紅綠燈 也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好啦那現在呢 我們就進入上路測試的環節吧 好那現在我們在市區騎乘 500R他這個低轉速扭力就出來的引擎特性呢 我覺得就是非常好用 而且呢 500R這一次他的腳踏的位置啊 他並沒有做一個提升 讓他變得更運動化 他的整個騎乘姿勢呢 還是偏向一個比較街跑的設定 他的騎乘姿勢是舒服的 像我現在在市區這樣子慢慢騎乘呢 我的轉速大概才2500 3000轉而已 然後檔位掛四檔 其實你車子這樣慢慢跟慢慢跟 也是沒有問題 你不用強迫自己 一定要退到二檔一檔 那遇到像這種巴士靠邊好 我可能要牽出去 然後後面有車我等一下 好時速7公里8公里 然後半離合好出去 車輛的這個操作啊 也是非常滑順 因為他有滑動式離合器 可以幫忙你 那變速箱擋位打起來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個是新車的關係 現在這台車的里程數 才4公里而已 那他的整個檔位打起來 從剛剛牽車出來 然後這樣子打擋起來 我就覺得他的 變速箱的腳桿 齒輪桿這個比較生硬 這可能就是要一點時間來磨合 好那現在呢 我們準備先來上一段這個高架橋 來試一下下 好不錯 很輕鬆就跟上車流了 我把它打到六檔 好 然後巡航 他在比較高速的情況之下 壓過這種伸縮縫的時候呢 懸吊反應我覺得跟上一代是 差異比較不大的 那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是 體重比較重的騎士朋友的話 我覺得交車的時候啊 你可以把那個後面的這個懸吊預載 我記得他是可以調的 就把他調的硬一點點 他的這個雙缸引擎啊 在運轉起來 他的震動感其實是控制的還蠻不錯的 這顆引擎雖然我覺得啦 他並不是一顆高轉運動取向的引擎 有點可惜 可是就500R這幾年的銷售來講啊 其實這樣的一個引擎特性 是蠻受許多通勤的車友歡迎的 因為他在市區相當好掌控 那在這種郊區的這個速限比較高 像6070這種速限比較高的省道路段在騎的時候呢 他的轉速也可以落在一個讓你蠻舒服的範圍 像現在我的轉速大概就是落在3000多轉而已 那就可以順順的跟著車流在這個省道上面來行駛了 所以整體他的騎乘吊性啊 我覺得是還蠻溫和的 跟上一代一樣 這一代雖然外型變得更加的運動化更加的帥氣 可是騎乘的吊性來講 我覺得他還是比較偏溫和 好那現在呢 我們來到山路路段 我們開始來體驗一下 我們先來爬坡 好現在二檔來油門到底 感覺他在7000多轉之後 這個引擎的震動啊 就會變得相當的明顯 這一次換上這個弱的6啊 在過彎的這個操控性 確實變得相當的不錯 好我們來加速 在山路上騎乘起來呢 我覺得這一代在 在這個後面這一段轉速的延伸感上面啊 他的軟體的調教上面 好像有比上一代來得好 他在上去的時候 是感覺他慢慢爬上去 感覺是比較好的 可是他在7000轉過後 這個震動感啊 就很明顯跟中低轉的時候 有一個蠻大的落差 那他的這整個懸吊表現呢 在山路上面來講 如果是像這條坑坑坑坑比較多的山路 我覺得他算是 有一定的綠震效果啊 但是如果說你要很激烈很激烈 在騎乘去抄架的話呢 那他可能 這一個後懸吊啊 是會有比較嚴重的這個搖擺感 你可能是要去改的 好那現在我們準備掉頭來下山 我們在這邊迴轉 大家可以發現 500R這一次的這個墮腳啊 也是相當大 你看這樣子一個雙線道 一次就這樣回過來了 腳都不用放 我覺得換上這一次的這個配胎之後 500R他在整個彎中的靈活性變好很多 上一代的這個500R也有很多車友就表示說 其實換一套輪胎啊 跑起來就相當有樂趣了 那這一次呢 原廠就直接幫你換上弱的6 那如果說大家買這台車啊 其實可以去考慮升級一下這個POWER6 POWER6如果換上去的話 這輛車他在彎中的這個安定表現啊 應該會讓你更加的開心 下坡的時候 用力在煞前煞車 然後這個前叉在下去的時候 雖然他前半段是感覺比較軟 但是後半段他是會有支撐性出來的 好那現在我們掉頭再上山一次 好 好 沒車 那這一次上山呢 我們試著用500R的脾氣來騎乘這台車 就是我盡量的把這個轉速啊 讓他落在 騎500R比較舒服的這個轉速區間來騎騎看 我盡量不要讓轉速超過7000轉 我們來試一下下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個引擎的這個 甜蜜帶 就是騎起來最舒適的轉速帶來騎乘的話呢 他的整個感受是怎麼樣 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現在轉速大概才四五千轉而已 可是你看 輸完之後你這樣補 他這顆雙剛引擎的扭力還是補得上來喔 所以如果說 一般我們 就是不是樂協主的話 你一般騎乘這種山路 其實你是可以用一個很衝容的 狀態來騎乘他的 像現在我們三檔 好 收遊 進彎 那出彎有慢車 我們退個檔 滑動是離合器協助你降檔 你看到兩千多轉他都還 騎得來 加速超車 進三檔 進彎 車子騎乘起來都是相當衝容的 所以如果說 你如果像我第一趟 用比較高的轉速來騎的話 反而這台車你會覺得騎起來是 有點粗糙的 就是你覺得他的轉速高的時候 引擎震動比較大 然後騎乘起來的這個粗糙感也比較重 你反而用這種 比較衝容的方式來騎乘啊 他給你的 駕駛感受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他的扭力夠 他的 低轉速的這個扭力比較充沛 所以你看你在 轉速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呢 對車輛的這個彎中的回旋性 也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幫助吧 在彎中你是比較好操控他的 那現在我們煞車 好進去 好出去 慢慢補 進檔 車子的整個操控啊 是非常輕鬆的 所以這台車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講 應該是會相當相當的友善 這也是500R從推出以來 一直受歡迎的原因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500R 我覺得高轉速的這一段啊 以前我會覺得他的這個氣很短 一下就用光了 但是 今天我們把帶來大古山 稍微騎一下 我是覺得 他其實也用不大到後面這一段 因為你用到時候 我覺得車子的這個粗糙感是蠻重的 整體來講 在山路上面的騎乘來說呢 這台車 我覺得在升級一個後懸吊 就會變得相當好騎了 他沒有辦法讓你就是騎的飛快 然後讓你就是可以騎的為所欲為這樣子 他整體來講 他的調性還是比較偏向一個全方位型的街跑車 他有一個很帥氣的外觀 那他也有著不錯的操控感 但是呢 他的引擎設定啊 又不是全然的這個運動化取向 甚至你可以說他的引擎設定 是比較偏向都市化的設計取向 他比較像是街道城市的這個設計取向的引擎 好了 那麼在剛剛一連串的體驗騎乘之後呢 這輛CBR500啊 他給我感覺就是 這一次雖然他們針對了外觀 去做大改款 然後加入了新的這個儀錶板 還納入了這個循跡系統 但是呢 這台500啊 他整體騎乘起來的感覺 跟他的調性啊 我覺得跟2022年的版本 是沒有太大差異的 他依然是相當親切好上手 然後呢 他的整個引擎的轉速 跟他的扭力的搭配啊 還是會讓你覺得在市區 像這種走走停停的時候呢 是相當輕鬆的 像現在退一檔 好我們 欸你看這台車走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收這個離合器 點一下煞車 車子就很聽話 那車子的這個輕盈感呢 也是會讓你在遇到這種突發狀況的時候呢 是很好去操控它 然後不會手忙腳亂或是車子的這個重心呢 會讓你覺得很沒安全感 這台500R 對於許多新手駕駛 或是對於女性的消費者來講呢 他的整個安心感受 我覺得是會比60R還要來的高 那跟R3冷室 或是說像其他的這個仿賽車款 相比的話呢 500R他給你的這個外觀的運動性 這個感受是更加濃烈 而且呢 倒叉多連桿後懸吊啊 然後比較帥氣的車尾啊 那有空力套件整個造成 他全都給你了 但是他卻是 這裡面呢 這個轉速輸出特性啊 是比較偏向街車的一個車款 啊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輕輕帶一下他就出去了 轉速也不用高 大概四五千轉就很夠用了 所以這全藍的就是一台 來讓你騎帥不騎快 而且是一個相當有親切度的 入門車款 雖然他是叫500 可是呢 他的這個上手難易度啊 我覺得其實跟300的車是 沒有什麼兩樣的 那這次納入這個儀表版的改變之後呢 讓整台車的科技感更加的濃厚 而且呢 又有循跡系統的加持 雖然說這一次很可惜 他的這個循跡系統啊 並不是說可以去做這個段速的調整 或是說他有一些比較豐富化的駕駛模式的選擇 但是以500R這樣的一個動力來講 其實你用單一的這個ECU的公油的設定 就已經很夠齊了 因為HONDA把這輛車做得很成熟 他畢竟已經從2016還一幾年 一直一直一直到現在 500R他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產品 雖然歷經了許多次的改變 但是你騎乘起來你還是會 就是會找回原本這個當初500系列 要給你的感受 那對於喜歡性能 或是喜歡熱血運動的朋友們來講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一次500R 它依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個高轉速很熱血澎湃 然後動力又很大的雙缸跑車 但是呢換個角度來講 這樣的500R也許才是大家喜歡的狀態 所以本田才一直沒有做出這樣的改變嘛 讓大家一直可以擁有這樣子的一個 親切好上手的500R 其實對我們這種騎車比較久的人來講 500R它也是一個蠻有吸引力的產品 因為當你騎過很多比較高階的車款 甚至是頂級的這種公升級的仿賽車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啊 雖然這些車它的規格配備 它的騎乘感受 它的一切的一切是這麼的 讓你激情 讓你的這麼的印象深刻 但是呢 這樣的車款啊 通常很難讓你每天毫無負擔的來使用它 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發現有 這幾年呢很多這種騎車的老手 他們都會去購入一台這樣的輕檔車 來當自己日常的使用 他們也許有一台玩樂車 公升級的仿賽也好 或是比較運動取向的車款也罷 但是他們還是會想要買一台 比較小排氣量 中排氣量的入門車 來當作自己的日常車款 因為這種車款 第一個它騎起來沒有壓力 那第二個它騎起來沒有脾氣 所以說 你在市區騎乘它呢 是很輕鬆 而且沒有負擔的 不用忍受這種高階車款 帶給你的壓力啊 或是它的排熱啊等等的 你每天就只要拿起鑰匙 然後插進鑰匙孔 那就可以很輕鬆的出門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操作特性呢 其實是很有吸引力的 這也是為什麼500R至今 都賣得這麼好的原因吧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 這一次 2024 CBR500R的這個 體驗分享囉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